一千零一夜 第一百五十八夜 夜幕降临沙克扎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女仆说 我们的夫人向你问好 也向阿里本壁卡尔更安 夫人给她写了封信 其实夫人的情况比阿里本壁卡尔的情况更糟 夫人的信就在我的手里 夫人还告诉我 要我亲手把信交给阿里本壁卡尔 并且嘱咐我按照阿里本壁卡尔的意思形式 还要带着回信见她 艾伯阿桑 你能带我去见见阿里本壁卡尔 把信送给她 并且让她写封回信吗 艾伯阿桑说 当然能 艾伯阿桑随即关好店门 带着女仆向阿里本壁卡尔的住处走去 来到阿里本壁卡尔的家门口 艾伯阿桑让女仆在门外等着 自己走了进去 见艾伯阿桑来了 阿里姐欢心不已 艾伯阿桑说 我到你这里来 是因为有人派女仆给你带来了一封信 信中说明了迟迟不能来见你的原因 女仆就在门外等候 能让她进来吗 让她进来吧 阿里本壁卡尔说 艾伯阿桑示意 来者正是沙姆斯奈哈尔的侍女 阿里本壁卡尔非常高兴 女仆进了房间问过安好 阿里问沙姆斯奈哈尔的情况 女仆说她很好 随后掏出那封信递给阿里本壁卡尔 阿里本壁卡尔接过信 稳了稳让 看过之后递给艾伯阿桑 艾伯阿桑发现信上写道 我派差使送去信 告诉我平安 不必惦记我 更无需多挂念 保住青春美 我对你的爱深入心田 眼神伴着更新 夜里难以合上眼 我苦苦的忍耐 不知要等到何年 天命 实为难抗 不可勉强扯谈 请你尽管放宽心 因你离我不远 你的影像真 不曾离开我的眼帘 看看你自己吧 体受如勘柴 看看周围的情况 请你视我 以高见 阿里本壁卡尔 我给你写了一封信 用的不是手指 我对你说话 用的不是舌头 用一句话说明我的情况 我有眼 日夜不眠 我有心 不离思念 仿佛我压根不懂得 什么叫健康和快乐 我未曾看过动人景色 我没有享受过安乐生活 好像我生来多情 生来多忧 生来善感 我这里灾情沉重 我身上恋情浓厚 我心中思念愁愁 正如诗人所应 心郁闷时 思欢悦 因失眠而体力结 忍耐力尽 泪水不住躺 意识不清 思心糟结 你要知道 诉苦难以扑灭 我的灾难之火 不过诉苦 却能表达深情的思恋 和离别之 但愿我能借 真情有爱 消除解闷 世人说得好 倘若爱情之中 没有愁苦与欢乐 户头情书之甜美 又从何处说起 忠诚的 沙姆斯 奈哈尔 艾普阿桑看完信 说写得好啊 读了这封信 使我深深感到 其言辞令我们心情激动 其含义令我们周深兴奋 艾普阿桑 把信交给女仆 女仆接过信 阿里本比卡尔对她说 向夫人传达我的问候 请告诉她 我很思念她 爱慕她 还要对她说 我对她的思念 深入骨肉之中 我迫切需要那么一个人 能把我救出 这死亡海洋 和无限惆怅的泥嫂 说完 阿里本比卡尔 哭了起来 女仆也随着她哭了起来 女仆 与阿里本比卡尔 告别 艾普阿桑陪女仆 离开了那里 然后送别女仆 自己回店铺中去了 艾普阿桑 送走女仆 回到店铺 竟心中郁闷 神魂不定 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那一天一夜 她都沉浸在深思之中 第二天一早 艾普阿桑 便到阿里本比卡尔那里去了 讲到这里 眼见东方 透出了黎明的曙光 沙克扎德 戛然直升 大妈 感谢大家订阅 观看或收听 大妈的多重宇宙 祝大家生生不息 繁荣长盛